舌尖上的噩梦 李大嘴是一个爱吃爱喝的人 逢人就吹嘘自己是不挑食的美食家 舌尖上的品尝大师 只要是便宜又好吃的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下肚 他的朋友们都劝他要注意饮食卫生 不要吃那些来源不明的食物 但他总是不以为然 说自己的胃口好 身体强壮 什么都能消化 他还很得意称自己有了免疫力 百毒不侵 有一天 他在路边摊上买了一套和精美的彩色包子 里面有各种馅料是包子 有肉的 有菜的 有甜的 有咸的 他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 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 最好看的包子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包子都是用过期的面粉 产了各种添加剂和染料做的 而且馅料都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有的甚至是动物的内脏和皮毛 中午他去了一家小饭馆 点了一份阿姨预制菜 他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 就问老板是怎么回事 老板笑着说 这是他们的招牌菜 是用烹调大师王阿姨的秘方预制的 可以让菜更香更嫩 他不相信 就闻了闻 果然有一股清香 他就大快朵頤地吃了起来 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香的菜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食材都是假冒伪劣的 里面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 而且菜都是用地沟油来炒的 油里还有各种细菌和寄生虫 下午他去了一家茶馆 喝了一杯梦幻地下水泡茶 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 就问老板是怎么回事 老板说 这是他们的特色茶 是用地下水来泡的 可以让茶更浓更干 还有梦幻效果 他不信 就尝了尝 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味道 立即让他飘飘然然 的确梦幻 他就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 觉得这是他喝过的最好喝的茶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地下水都是从附近的工厂排放的废水 里面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和放射性元素 而且茶叶都是用农药和香精来处理的 茶里还有各种农药残留和重金属 晚上 他去了一家小吃店 吃了二锅头螺蛳粉 他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就问老板是怎么回事 老板说 这是他们的招牌小吃 是用二锅头来泡的螺蛳粉 可以让螺蛳粉更辣更酥 他不信 就咬了咬 果然有一股酒香和辣味 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辣 最有口感的螺蛳粉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二锅头都是用工业酒精和香精来勾兑的 里面含有大量的甲醇和本 而且螺蛳粉都是用过期的螺蛳和豆腐皮来做的 粉里还有各种霉菌和细菌 半夜他加班到很满 喝了一罐红牛 用着华为充电器给苹果充电 他觉得这样很酷 就拍了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说自己是个努力的人 不怕任何困难 他不知道的是 这罐红牛都是用过期的饮料和色素来混合的 里面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和防腐剂 而且他用的华为充电器和苹果手机不兼容 充电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电流 可能会导致手机爆炸或着火 第二天早上 他起床后 感觉浑身无力 头痛欲裂 胃痛难忍 就赶紧去了医院 医生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然后告诉他 他的身体出了很多问题 有的是食物中毒 有的是重金属中毒 有的是放射性中毒 有的是化学性中毒 有的是细菌性中毒 有的是寄生虫性中毒 总之 他的身体已经被各种毒素和病菌侵蚀 已经没有救了 医生问他 你到底吃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他想了想 就把他前一天吃的东西都说了出来 医生听了 惊呆了 说 你这是自寻死路啊 你这些东西都是垃圾 都是毒药 你怎么能吃呢 你这是典型的病从口入 你这是找死啊 李大嘴听了 悔不当初 说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觉得好吃 想吃饱 想省钱 医生说 你这样吃 不仅吃不饱 还吃坏了 不仅没省钱 还花了更多的钱 不仅没享受生活 还毁了自己的生命 你应该吃健康的食物 喝干净的水 用安全的电器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身体 延长自己的寿命 你这样吃 是在自杀 自取灭亡啊 李大嘴哭了 说 我知道错了 以后不敢了 以后一定要吃好 喝好 用好 以后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珍惜自己的生命 医生说 已经晚了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没有未来了 没有希望了 你的身体已经无法挽救了 你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说完这话 医生就为他注射了安乐死毒针 李大嘴惨叫一声 就失去了知觉 然而 这一切都是李大嘴的梦 他突然从床上惊醒 发现自己还活着 还在自己的家里 他摸了摸自己的全身 没有伤口 没有血迹 他看了看手机 发现还是昨天晚上 他并没有吃过那些垃圾食物 没有喝过那些毒饮料 没有用过那些危险电器 他松了一口气 感觉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 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 他想了想 觉得这个梦是对他的一个警示 一个教训 一个启示 他意识到自己的饮食习惯 有多么不健康 多么不卫生 多么不安全 他决定从今天开始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吃健康的食物 喝干净的水 用安全的电器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身体 延长自己的寿命 他发誓 再也不要吃那些垃圾食物 再也不要喝那些毒饮料 再也不要用那些危险电器 他感谢上天 感谢这个梦 感谢这个机会 感谢这个救赎 他起床后 打开了冰箱 拿出了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准备做一顿营养的早餐 他打开过滤水龙头 接了一杯清澈的过滤水 准备泡一壶香浓的茶 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插上了自己的充电器 准备给自己的手机充一下电 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美好 很幸福 有希望 他笑了 笑得很开心 很满足 很感恩 你做梦吗 你经常梦到什么 你有什么创意和建议吗 请在视频下评论区留言 亚加分享 我们非常重视你的反馈和意见 欢迎随时留言联系 为了你能及时了解 所有最新的信息和讨论 请点击订阅的小铃铛 以获取定期通知 也请点赞支持 谢谢你的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